国宝100渐渐精彩 在清末到民初这段时间里 中国有大量的文物外流 做这类生意的古董商 除咱自己人外 还有很多外国人 这外国人里最有名的一个叫山中定次郎 山中定次郎 1866年生于日本大阪 其实他原来不姓山中 他姓安达 叫安达定次郎 他爹安达姓武郎呢 是个小古董商 1878年 也就是光绪四年的时候 年仅12岁的安达定次郎 就被他爹送到了当时最有实力的古董商 山中吉郎兵卫那里学徒 当时他还小嘛 你知道学徒啊 是岁数越小 掌握越快 所以他在山中吉郎兵卫那里 掌握了很多知识 并且这孩子情商极高 很快啊 山中吉郎兵卫就觉得这小伙子行 这么多土地里就这个城 他不仅头脑清晰 性子也稳 懂得人情世故 还有胆识 所以呢 自己都多了个心眼 收他为义子 还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他 你看这事多何事啊 这时 安达定次郎就改姓了 改成了山中定次郎 他本人同意 家里也不反对 所以就随了老板的心 那改姓后的山中定次郎 逐渐成为了山中古董行的中间力量 当时山中定次郎发现 因工业革命而崛起的 欧美各国的心腹阶层 对东方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猎奇心理 这是因为1840年 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在这之前 欧美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 所以他决定抓住这次商机 将古董生意向西方扩展 他把公司改组成了山中商会 亲自担任业务执行 山中商会的生意呢 做得特别大 他陆续在美国英国法国开设代理店 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亚洲古董经营商 为了扩大货源 1901年 山中定次郎决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地址就选在北京东城的麻线胡同3号 每年春秋两季 他都会到中国来收购古董 到了1917年 也就是民国六年 一天呢 一位古董商来到北京 不明找到了山中定次郎 这位古董商把所带的四个大箱子命人 抬到院子里 对山中拱手作医 他说啊 九文山中先生大名 无雷贯耳啊 今日拜访 真乃我辈之荣幸 这里呢 有几尊唐代佛像 不知能否顾得了您的法眼 过去的人是这样 你没去跟人家打交道 人家对你都是比较谨慎的 但从说话 择词一听 就知道你是不是内行 一看你的着装就知道你到底有钱没钱 所以山中定次郎出于礼貌呢 对他微笑的回礼 但内心对这个人带来的东西呢 没抱多大希望 这位古董商把自己带来的箱子呢 逐一打开 工人们从里面搬出四尊 看上去十分破旧的佛像 没想到的是呢 这四尊佛像都特别轻 这工人们没费多大劲 一丢就把它放到桌子上了 佛像表面本有彩绘贴金的装饰 但大部分都褪色了 如果是外行看 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呀 这不就是几尊破破旧旧的佛像吗 有比这好的呀 咱们不知道有多少呢 刚才还淡定的山中定次郎 看到这四尊佛像的时候 心里就不淡定了 因为他是行家 话说这行家一伸手就便知有没有 他看着这几尊佛像 心里想 这个可以 山中定次郎非常熟知 这一段的文化 他一看到这几尊佛像 就知道他们来历不凡 他询问了造像的来源和价格后 没跟麦家拉锯 山中定次郎就按麦家开的架 把他全留下来 我们平时常见的佛像呢 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雕刻的做减法 一类是塑造的做家法 但这四尊跟哪种都不贴 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工艺 这项工艺叫做家住 家住这个名字 你听着比较陌生 这项工艺十分古老 并早在唐代的时候 就被高僧建真东渡传到了日本 被日本学习传承 所以日本对这个反倒是比较了解 家住说全了 就是家住胎七气 跟我们现在说的脱胎七气类似 七是一个不能单独成型的物质 它必须要依附一个戒指 这个戒指呢 就是七气的胎 这些胎都有哪种类型呢 那实在太多了 有木胎 有皮胎 有竹胎 有玻璃胎 有金属胎 有石胎 甚至还有磁胎 那家住胎和这些都不同 家是工艺 一层家一层 柱呢 就是柱麻 简而言之 比较纯的柱麻工艺 就是用泥做胎 胎上面糊上柱麻 柱麻上 反复上漆 你想啊 很多层漆以后啊 它就形成了一个壳 然后再整体塑成型 补充细节 等家住工艺完成后 把里面的泥巴呢 退掉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 可能相对的比较偷懒 就是七层下面用木架支撑 这算一种广义的家住 家住制成的器具 形态表现的更为细腻 这种工艺制作繁杂 成本又高 只有皇家贵族和大寺院 才具备这样的制作实力 漆器我们讲过 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个漆呢 是纯天然的 就是漆术的树脂 它使用的目的呢 很简单 一开始就是仿佛 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目的是装饰 几千年来 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的漆工经验 并曾加以总结 咱们的第一本漆工的专著 叫什么呢 叫七经 作者是五代时期的诸尊度 可惜这书啊 失传了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古代漆工的专著 叫修士路 是明代 至其名家皇城所著 这本书啊 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本 三四百年中只有一本手抄本 有可能当时就是师父传给徒弟的记录 它保存在哪呢 就在日本 不在中国 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被中国人发现 重新勘刑 之后好多年 王世强先生对修士路进行了说明 成修士路解说一书 书中对家住是这样描述的 家住七气来源甚早 战国时楚国墓中也有发现 至汉而流行 汉后佛教见圣兴 常用家住制造佛像 南北朝至隋唐家住像一直流行 近戴魁就是一位 善造家住像的雕塑民家 这里说的戴魁 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雕塑家 我国的家住胎造像 最早的文献记载就与他有关 家住最早只用于制作生活器具 比如石具呀 酒具呀 庄帘呀 霞呀 什么都有 因为他轻巧又耐腐蚀 所以戴魁就根据家住器物的体式 将这一技法运用到佛像制作中 他是家住造像的创造者 那为什么家住佛未尽后就流行了呢 因为佛教的圣行 圣行就需要做佛事 当时有一种流行的佛事活动呢 就叫形象 所谓形象就是行动中的佛像 古人把佛像放到花车上 在城中寻行 可以让众人瞻仰摩拜 期间还表演杂耍和舞蹈 这有点像我们现在节日的游行表演 历史上有很多次形象活动 规模都十分宏大 比如北朝的洛阳秦兰记中 就有这样的记载 把这事描写得非常热闹 因为需要寻成 所以就要求佛像一定要轻巧 好运输 如果花车上可以大石佛或者大同佛 先不说能不能游 扛佛的人估计都没姿势了 这肯定不成 所以就得找轻的 他虽然轻 但外形得特好 看着十分厚重 还不容易磕坏 所以呢 既轻巧又坚固的家住佛像 刚好满足了形象仪式的要求 这类轻巧的佛造像 就被称之为行佛 到了隋唐时期 家住佛像的制作达到了一个顶峰 唐代中期 建真和尚东渡日本 在他弥留之际 弟子斯托等人便用家住 为他制作了一尊作像 体现出建真原济时的真实宝像 一千多年来 这尊塑像被视为日本的国宝 一直精心供奉 日本的奈良时代 大概相当于我们的唐中期 家住工艺是最为流行的佛造像技法 至今仍保留很多实物 比如日本的昭提寺金堂中的 卢沙纳大佛 高3.7米 是日本现存的古艺术品中 最宏伟的家住胎造像 我国历史上有没有造过这种家住大象呢 还是有的 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质通建中 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他说 初啊 就是指唐初 明堂既成 太后命僧薛怀裔作家住大象 其小指中幽龙数十人 于明堂北构天堂已住之 这里说的明堂和天堂 是武则天时期 命工匠在洛阳紫围城建起的两座宏大的建筑 明堂是大潮正殿高近百米 天堂是礼佛堂共五层楼 据说到了第三层的时候 你可以俯视明堂了 它比明堂还高 你们看电影 敌人节之通天帝国中 那座通天浮屠的原形 就是天堂 天堂里 供奉有一尊武则天 命他的情人 薛怀裔作的家住佛像 说这尊大佛像的一根小指头里 都能容纳数十人了 你想想这佛像得多的个儿 我觉得啊 这是一种比较夸张的描写 但他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 这就是这尊家住佛的尺寸 一定小不了 可惜啊 这尊家住佛没过多久 就被一把大火给烧了 如果没烧的话 它不仅是国宝 还得是世界宝 那谁烧的呢 还是刚才说的薛怀裔 当时 因武则天十分宠幸 一个叫沈南求的御医 薛怀裔吃醋了 渡火中烧 就真的放了把火 把天堂及堂中的佛像都给烧了 烧了整整一宿 说到这儿 谁都心疼 但武则天当时为了给薛怀裔开拓 表现得很大动 只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 甭处置了 再盖一个就成了 可见 他们俩当时有多么相爱 然而 历史上几乎很少有大规模制作这种家住佛像的 加上晚唐的灭佛运动 使得如今唐代的家住佛存世量非常的少 了解了这些 我们就再回到1917年的北京 山中定次郎毕竟是一位眼光独到 对市场分析透彻的商人 他很快就决定 将这四尊造像中的三尊全部运往美国 果不其然 佛像刚一到山中商会的纽约分店 立马就引起了美国古董商和各大博物馆的关注 最终 这三尊佛像分别被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和马里兰州 巴尔迪摩市的沃尔特斯艺术馆构藏 这四尊佛像中 他卖给了美国三尊 还有一尊呢 第四尊哪儿去了呢 这第四尊佛像被山中定次郎私藏了 看来他还是真心喜欢这难得的艺术极品 私藏的这尊佛像 在1925年 斯德格尔摩大学教授喜龙仁出版的专著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中还收录过 但现在他流失在日本不知所踪 现在这些佛像的年代 现在这些佛像的年代断定不全是唐代的 专家根据他们的状态特征再结合现代科技手法 断定 奥尔特斯的艺术馆的造像是四尊中最早的为随末作品 其他的呢 还都是唐代 这四尊佛像来自同一个地方 它的来源 我们先按下目标 先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 佛像的共同特征十分明显 比如他们都是夹柱胎作伙 为盘腿作子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夹幅度 高度呢 差不多都一米左右 身披袈裟 弹右肩 而且双手和底座均残缺 通过残缺的双手 我们可以观察到有的佛像内部是木枝 相比之下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构藏的这尊夹柱 是四尊中保存最为完好的 照相通高96.5公分 比例匀称 顶部是有磨光的肉迹 头微低做沉丝状 面相圆润 陈情光颜素木 双耳垂肩 耳垂处呢 还穿油耳孔 面相虽然丰满 但和圣唐时期的照相比 身体还是比较消瘦的 佛像身披 坦诱加沙 一文简洁 非常的写实 佛的体态舒展 让人觉得很自然 像坐在那里一样 没有一丝的呆板气 这个呆板过去 我们都说是矮板 现在读音都改了 统一成呆板了 照相的彩绘 至少有两个 身体最底一层是彩绘 上面一层为贴金 比如你看他脸上有彩绘 嘴唇还残有红色 肌腑上还有贴金的痕迹 至今残留的颜色还十分鲜艳 他的双手 最缺失 但专家根据他现存部分 所持的姿势 给他定名为 彩绘 七金 家住 阿弥陀佛像 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展签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标注 这尊佛像来自直立省 正定大佛寺 这个大佛寺 就是四尊家住佛的共同出处 直立省 就是河北省 正定呢 就是河北省石家庄的东北 古称常山真定 三国演义中 赵云自称 我乃常山赵子龙也 这个常山就是现在的正定 从北魏到清末 这里一直是周 陆郡的治所 曾于北京保定 并称北方三雄镇 我们之前讲的那尊 北魏同流金 米勒像 也出土于正定 所以这四尊家住佛 同那尊 同流金 米勒像 都是老乡 这个大佛寺 你们现在如果去正定 还是能看见他的 正定的佛教文化 发展的一直十分兴盛 即便唐五宗年间 驾令灭佛 这里也基本没受影响 还成为当时佛教发展的一个中心 一直到了近代 正定县城还存有八座大寺院的 但如今只剩下四座了 这四座中规模最大的名叫龙兴寺 今天的河北 有据广为流传的顺口溜 说的是河北有四座 苍州狮子定州塔 赵州石桥大菩萨 正是因为这其中的大菩萨 一尊高达21.3米的北宋 同住 牵手牵眼观像 供奉于龙兴寺中 所以当地老百姓就把龙兴寺俗称为大佛寺 这座大佛寺呢 始建于隋朝开荒年间 但现今的隋唐建筑已不建 以宋代营造为主体 一座寺院中就保留了六处全国之队 梁思成先生曾于二世纪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 先后三次到这里考察 做了大量的细致测绘 推崇大佛寺为经外名刹之首 有学者在梁思成先生的 证定调查纪论一文中 找到了这样一句话 说龙兴寺转轮藏殿 南墙边在楼梯之下 有三尊气质的无头七像 却都是极精的作品 这表明 1933年 在四尊完整的唐代家住佛像 被卖掉的16年后 梁思成先生在这里还见到了 另外三尊残破的七像 这就为以后研究这批造像提供了新的线索 2017年12月 美国史密森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举行 七项的秘密展览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佛利尔美术馆 奥尔特斯艺术馆这三尊家住佛在这里首次聚首 我们用X光扫描 将佛像内部结构呈现给我们 显微镜进一步观察还告诉我们 这三尊佛像使用了相同的麻织物来分离七层 当时制作者一定没有想到 一千多年后 还有人用现代科技去探查他们当时的工艺 我们古代的家住台佛像呢 留存至今的非常少了 唐义后 这种工艺就逐渐的衰退了 衰退的原因之一 就是家住它看似简单 但实际操作非常复杂 制作成本也高 加上宋朝以后呢 相关的佛式活动规模都没有唐以前那么大了 行佛活动也越来越少 家住佛在明清见到的也就不多了 因而这尊家住佛就显得弥足珍贵 如果你想去看实物 就只能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了 这正所谓世事沧桑 余佛也无例外 国宝情未了 下集听分享